我现在要请各位来动手练习的就是 第一还是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资料表先定义好 怎么定义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先用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这件事我们已经做很多次了 一定要先定义为格式化为表格 你要是不定义为表格 请问PowerPuber底下能不能加入资料模型中 他就会这样子问了 你的表格是不是这个范围 好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先把格式化为表格做好 然后接下来它是有标题的 它叫做什么 是不是销售资料 销售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当然这边还有一个什么产品啦 所以我们一样也定义常 常用底下的 这一个好了 然后接下来它叫做产品资料 地区呢 一样的做法 常用底下格式化为表格 确定 地区 资料 好了 我们有三个 资料表格 接下来是不是在PowerPiver底下 我要分别去做加入资料模型 点PowerPiver底下加入资料模型 第一个 然后这边是不是可以关掉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关掉 你最小话 第二个 资料 好 加入资料模型 所以第二个 再来第三个 地区 加入资料模型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PowerPiver底下 是不是有三个资料表 第一个是销售资料 第二个产品资料 第三个地区资料 请我们先做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 看一下关联怎么做 关联的话 是不是一样先到PowerPiver底下 刚PowerPiver理论上应该是关掉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点PowerPiver底下的管理 然后我们去用图片检示 图片检示 图片检示的话 这边是不是三张资料表 通常 通常 我们就把 这样交也不对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先理解 因为ERModel他的精神 他至少也用了 二三十年绝对跑不了 而且我敢说台北市政府 所有的资料库 90%几乎都是ERModel 因为他的他的使用频率太高了 太高了 所以不应该是教你一个错误的观念 最长的放在最中间 这样观念好像不太对 应该是用理解的方式 例如说 这个销售资料里面 他可能会牵涉到的资料的广度是最多的 所以我才把资料放到正中央 你看哦 针对这个 这边都是1 这边一定是多 我就把那个可能会是多的 放到正中央 例如说这里的产品只会出现一次 可是这里面的产品会出现很多次 好 所以点选 产品对应到这里的产品 也就是说 产品资料里面的产品 对应到销售资料里面的产品 接下来呢 地区资料里面的姓名 对应到这边的业务 将我们的关联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来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想先把 就是第一季算出来 这边有第一季嘛 第一季 还有那个第一季的业绩预估 好 我想要去把那个业绩预估率算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第一季的一个业绩预估跟 这个这边是不是总销售额 对不对 之间的一个笔值 我想要把它算出来 那计算的方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 Calculate 智慧函数来去做 而且去做一个 相除 相除应该没问题 相除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相除 我们先这样子写 好 例如说 我们来去做一个 销售比 例如说 业绩预估比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先输业绩预估比 冒号等于 出发怎么算 除 好 除法就是device device 刮胡 对不起 应该是这样子 看到 di 接下来就是一个分子 一个分母 他是不是用逗号 好 我先暂时 先暂时 我用什么 我是不是用这个业绩预估 除以 这个当作是分子 这个当作是分母 可是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呢 我不可能只放一个值 我们假设先做这样子 一定是要放一个总值在这里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值去做 加总 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哪一张资料表 一撇去找 业绩预估在哪里 是不是销售资料表的业绩预估 特别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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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右销售不要忘记哦 因为它对应到是这个sum的左销售 这是分子 这是分子 接下来呢 分母 分母是不是销售的总金额 所以一撇去找 找这个资料表 所以找出来是什么呢 找出来这边是不是 销售里面的总价 特别销售 右销售 接下来这边只是对应到这个哦 有看到这比较粗嘛 这也比较粗 黑一点 右销售 这样还没有算完 这样还没算完 我只是要先大概让你们知道一件事 假如我现在我只想要知道 就是说 就是 这个业绩预估好了 OK 我们先按一下 Enter键 稍微放大一点 看它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大概是 0.57 这个比值 可以吗 所以这个应该是 我们透过一个 DX DX Data Analysis Expiration 资料分析运算是 可以算出来的内容 可以知道为什么这边要放分母 分母就是总销售额 分子是什么 分子就是我们刚刚的一个业绩预估总额 两个相除 所以前面是不是放一个Divide 好我想这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 就请你们动手来去做咯 最后做完记得用百分比的方式来去呈现 好请你们动手来去算 业绩预估比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